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美食故事时光》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冬夜的热腾腾肉饼家的温暖,二肉饼的传承,父亲的手艺,三每一口都是情感肉饼的家庭仪式 那么哦,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冬夜的热腾腾肉饼家的温暖 在历史的长河中,食物一直是人类情感和文化的重要载体 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那些古老的冬夜,当寒风在简陋的屋檐下呼啸 而屋内却弥漫着热腾腾肉饼的香气,这便是家的温暖最朴素的写照 想象一下,古代的人们在漫长的冬季里,如何以他们的智慧和手艺将简单的食材转化为温暖人心的美食 肉饼,这个看似平凡的食物,实际上是一部丰富的文化史 无论是中世纪欧洲的肉馅饼,还是中国的肉饼,它们都承载着家庭团聚和节日庆典的意义 在冬夜,家人为座,在炉火旁,外面的世界似乎被寒冷隔绝 而屋内的每一个角落都被烤得暖洋洋的 那时候,烹饪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更是一种艺术,一种将爱和关怀注入食物中的方式 肉饼的制作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仪式,从选菜到和面,再到馅料的调制,每一步都充满了细致和耐心 而当肉饼在烤箱中或是炭火上慢慢烤熟,那股香气逐渐弥漫开来 仿佛有魔力一般,能够驱散冬日的寒冷和日常生活的疲惫 家人的笑声和交谈声与肉饼的香味交织在一起,都成了一幅温馨的家庭画面 现在,让我们带着一点幽默的想象 如果古代的肉饼有社交媒体账号,它们可能会发出这样的状态更新 今晚,我又成功地让一家人团聚在一起,让它们忘记了寒冷和烦恼 我觉得我可能是世界上最温暖的肉饼了 家的温暖,肉饼使命完成 在现代社会,尽管我们有了更多样的食物选择和更加快捷的烹饪方式 但那份原子肉饼的家的温暖依旧能够穿越时空,温暖每一个寒冷的冬夜 这不仅仅是因为肉饼的热量,更是因为它背后的情感和传统 这是任何现代科技都无法复制的 所以,下次当你在冬日的夜晚咬下一块热腾腾的肉饼时,不妨想象一下,你正与千百年来的人们共享着同样的温暖和幸福 这不仅仅是一顿晚餐,这是一段跨越时空的情感连结 世家的温暖在历史长河中的美好延续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肉饼的传承,父亲的手艺 当然,我很乐意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来谈论这个充满温情的话题 肉饼的传承,以及那些被父亲的手艺所熏陶的家庭故事 首先,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肉饼的起源 肉饼,这个看似简单的家常菜,实际上是一道历史悠久的料理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 那时的肉饼可能包含了各种各样的肉类,杂粮和调味料 被烹饪成一种叫做Izachia Omentata的食物 不过,我敢打赌,古罗马的父亲们在制作肉饼时 也一定有自己的独门秘诀 随着时间的推移,肉饼的食谱被带到了世界各地 每个地方都根据当地的食材和口味对其进行了改良 在欧洲,肉饼成为了一道经典的家庭料理 而在美国,它则成为了象征着舒适和家庭团聚的一道菜肴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那些被父亲的手艺所熏陶的家庭故事 在很多家庭中,肉饼的食谱是一种传承 是一种父亲对孩子的爱的表达 想象一下,一个周末的下午 厨房里弥漫着肉饼的香味 父亲站在灶台前,手里拿着那本破旧的食谱本 小心翼翼地加入每一种调味料 孩子们围坐在旁边 眼镜里充满了对美食的期待和对父亲的崇拜 父亲的肉饼不仅仅是一道菜 它是家庭传统的象征,是一种情感的连接 每一次制作,都是对家族历史的一次回顾 对过去美好时光的一次缅怀 而当孩子们长大后 他们也会将这份手艺和记忆传递给自己的孩子 让这份爱延续下去 有趣的是,尽管肉饼的基本原理相对简单 混合肉和调味料,然后烘烤 但每个家庭的肉饼风味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可能是因为父亲在调味时的那份随性 或者是他在烹饪时加入的那份特别的爱 有些家庭的肉饼可能偏甜 有些则可能偏辣 而有些则可能添加了一些神秘的成分 这些都是家族秘密,不会轻易透露给外人 总之,肉饼的传承不仅仅是关于食物的传承 它更是一种文化和情感的传递 每当我们咬下那香脆的外皮 品尝那多汁的内馅时 我们不仅仅是在享受美食 更是在回味那些与家人共度的温馨时光 而这,正是父亲手艺最宝贵的遗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每一口都是情感,肉饼的家庭仪式 好吧,同学们,请坐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 既平凡又神圣的话题,肉饼 是的,你没有听错 就是那个在家庭聚餐中常见的圆轮可爱 香气扑鼻的肉饼 首先,我们得承认 肉饼并不是什么高端大气的料理 它没有法式料理的精致 也没有中餐的繁复 但是,肉饼却有着它独特的魅力 它是家庭情感的集合体 是家庭仪式的一部分 想象一下,一个寒冷的冬日 家人围坐在温暖的餐桌旁 中间摆着一个热腾腾的肉饼 那一刻,肉饼不仅仅是食物 它是家的味道 是妈妈的爱 是爸爸的关怀 是兄弟姐妹间的嘻嘻打闹 每一口肉饼都是浓浓的情感 而制作肉饼的过程 本身就是一种家庭仪式 从选菜到调味 从柔和到成型 每一个步骤都需要 家人的参与和合作 孩子们在旁边学习 大人们在交流 这不仅仅是在做饭 这是在传承家庭的文化 是在维系家庭的纽带 有趣的是 几乎每个家庭 都有自己独特的肉饼配方 或许是多加了一些洋葱 或许是秘制的香料 又或许是祖传的调味技巧 这些配方往往不会写在纸上 而是口口相传 从祖母到母亲 从母亲到孩子 这不就是一种活生生的家族史吗 而且 你有没有发现 肉饼的形状很有意思 它通常是圆的 象征着团圆和完整 在一些文化中 圆形有着特别的意义 比如中国的团圆饭 西方的感恩节圆形南瓜派 都是围绕着圆形 这一象征展开的 所以 下次当你咬下那一口肉饼时 不妨想一想 这不仅仅是肉和香料的结合 这是家庭的味道 是爱的味道 每一口都是情感 每一口都是家庭仪式的一部分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下课后 不妨回家尝试和家人 一起做一个肉饼吧 体验一下那份情感和仪式感 记得 不要只是机械地跟着食谱 要加入你自己的爱哦 最后 我想问问你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的家庭 有没有类似的传统美食 或家庭仪式 你们是否也感受到了 肉饼背后的温馨和幸福 我期待听到你们的故事和想法 让我们一起探讨 这个美味的话题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